东拉姑对小贱儿 你看他还在咳嗽 说明还没好 我怎么感觉东拉姑你妈清秀了不少 他这个自然投手上有美颜的效果 你说的没错 我感觉他家里面还开了个美颜 你妈的绝冰里妈有美颜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还在咳嗽 他肯定是美好 他才这个 美好嘛 他才来这个 才不能来的嘛 肯定啊 看东拉姑能不能找到点什么办法 来对付这个小贱儿 现在这个流派 马若也没去 马若也好像是新冠了 你没发现他们现在 这个得都是一个战队一个战队的 就说明他们可能战队里面 中间有一个人得了之后 然后大家都在一起 在马尼西亚的时候 没有那么注意防控 那肯定啊 所以就大家都感染上了 所以还是 他们 我跟你说就是松懈了 你看卡托维茨的时候 他们这帮人就没有人得 对的 是不是 就卡托维茨的时候 他们肯定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很注意 你妈平时也不交流 也不干嘛 不干嘛口罩戴好 然后现在 现在他们跑过去松懈了 就瓦伦西亚 然后就大家都遭中了 我感觉他们在 亚特兰大的时候 又会很注意了 虽然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说待会儿 东拉宫出现了 是不是有出现采访 他怎么怎么采访 就取消掉这个环节啊 或者线上问一问 问题就结束了呀 就随便简单问一下就结束了 就是什么 也没什么错 只能这样呀 那怎么办嘛 其实现在所有的重途 都还是想看看 怎么去打小朋友 这个套路比较 比较这个 叫做合理 对吧 现在大家都没找到 什么特别合理的办法 小朋友 小朋友现在为止 他的这个战术 还没有被破啊 但是我依然觉得 虫族是一个防守反击的种族 就你一个战术 如果说 一直用的话 肯定有一天会被破的 这虫族肯定有一天会找到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 这是种族的特性决定的 让两条狗过去 这两条狗绕的不错啊 至少能够去看到你的科技 多拉固就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打法 就没有什么太多偷的地方 很老实的打法 看到小朋友这个战术之后 基本上来说 之后的变化 其实东拉固心里面都知道 知道的啊 就三仙支追列压支 你这个战术就这一套 三仙支追列压 看东拉固是选择 就是说我要压你私矿这个timing 还是说我就跟你放着运营 但实际上现在打下来感觉啊 就放着私矿运营的这个虫族 其实都是落后的 都不知道是 你就想嘛 神族的私矿跟虫族的私矿 看着一样 大家放着运营 你怎么都是落后的 你被压着打的时候 你就更不可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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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包掉 包不掉 感觉可以飘 要不强摸农民呢 其实还好 还好 只能强摸 他没有三个农民 三个农民还好 有观众问攻防狗跳牛行不行 可以啊 攻防狗跳牛是打这个打法 现在比较好的一个应对 比较好的一个应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攻防狗跳牛的话 神族也有一定的一个变化嘛 其实双方还是要 要有中间的一个科技博弈 其实你不管什么战术 他就自爆球不朽和具象 三个农种转换就好了 就一个尼亚这个科技 现在集合了重组 所有变化他都能硬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这个打法运营比你重组快 他想怎么转怎么转 经济好 他只要确认你的农种组合 对吧 就可以了 他运营比你快 这个就是关键 东拉固用一攻狗开 一攻狗开的话 他可能要去压这个 四框的摊饼六分钟 靠狗吃屁的地面 哪吃不了呀 他有先知护着的 你也吃不了 他这个打法精髓 就在于这三个先知 可以护追猎 非常精髓 非常精髓 就保持对虫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然后虫竹就不能好好的运营 这就是他打法最精髓的地方 中拉固好像是要压这个四框台饼的爆狗了 但我有种感觉 这个穿的可以 这包狗溜得好 可以可以可以 溜得好 溜得好 但就这么回事了 我感觉东拉固可能又是 抱完狗之后 要选择这个 换成蟑螂 变换成蟑螂应该 把他 其实我告诉你 两眼一闭 就蛮龙塔一下 就龙塔一下 他要换成蟑螂的 他就蟑螂狗图包打到底 就一攻狗开 转蟑螂狗图包 对不对 他又换成蟑螂了 就没什么变化 其实现在反过来再去蟑螂不好 对 你干脆其实就龙塔放下去 然后用高攻防的狗来防守 然后待会儿到时候 你实在不行 你就出腐化也行 就高攻防的狗独包 然后带腐化 三本转牛 这个也不错 还不如直接跳牛呢 他这个出蟑螂 真的没有意义 你看嘛 他又转回这个蟑螂狗独包了 就是他这套打法 其实就是没有管 小黑人是不是这么打 反正他就是 一直都是这么打的 就没什么变化 东拉固的ZVP 送了一个先知 这可以戳掉一个很关键 运营是非常落后的 现在 还行吧 东拉固两框齐开 看起来框很多 但实际上农民数量 还跟小黑人是持平的 马上要压了 小黑人这波 追了压过来 但是先知好像是 被死的有点多了 死了一个 死了一个 被压的有点伤了嘛 反正就先知 他现在 没回程 还有一个 对 他这个 命不够 狗不够 狗不够 对 兵太少了 包不掉 先知回来护一下 而且先知还可以 跟着这个部队 去清一下军坛什么的 所以这个先知 很精髓 这先知 东拉固 现在我怎么发现 这韩国人 他们都 都不打针对的 你没发现吗 他的这套打法 东拉固这套打法 我觉得 三个月前 他就这么打 然后面对小黑人 现在体系变了之后 他还是这么打 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做应变 我就跟你说 我就跟你说 现在的韩国人 跟以前不一样 都不研究的嘛 对 现在不研究了 就没有人打针对 就他们打基本功的 过来 新的战 新的战术也没得 现在其实绝大多数的韩国人 都还是打基本功的 不是 他这么打 被小黑人 你妈打 打傻 我靠 这个 又是那种局面 双生攻防狗 他是 尽量不出火张狼 把气流下来 跳三本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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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自己看 追猎很多的 他也打不掉 感觉要被追猎压傻 小花开始转型的 就直接转威逼的科技了 是吧 劳总赢万古了 那么猛 今天晚上 就要把我们头打烂 是吧 他带三个妹子 他不要到时候 他妈的 带不动啊 我靠 这个狗有点多 没有先知户吗 没有先知户打不赢哦 这个有先知户也很难受 好吗 他两个先知 他强不赢了 这边没有想到 小黑没想到 对方那么多狗 好说回来 但我们看 从运营上的时候 小黑现在84个农民 矿也非常的多 矿是一样的 大家 小黑有追点 其实刷的有点太多了 感觉稍微刷多了点 他现在转 他转自贸球 是什么意思啊 他觉得你是 你是蟑螂狗独暴 他妈对面抱狗的 他看到蟑螂了呀 刚才不是 但蟑螂不是很多呀 而且火蟑螂也没有 这出自爆球 他能有信心把狗炸掉吗 不可能 对方是蟑螂狗独暴 但没出火蟑螂 就是因为 他就看到蟑螂了 然后就开始 蟑螂就开始出 自爆球 这这么简单 小黑也不管了 换家嘛 来嘛 直接换啊 大家都200人口 哎呦 这个倒不行 已经换了 换了换了 诶 堵包也没变好 还行还行 炸到点叉子 但这个被换家了 小黑有这里 两个人兑换了 不管了 互拆 小黑好像也是 他刷不出兵 他没人口了 他没人口 我怎么感觉小黑被换死了 你说的没错 他妈的 这种被换死了 气得一逼我靠 有种要被换死的感觉啊 这个狗换家很猛的 狗换家太快了 主要是 回城 回来不是送吗 但是你们送 这回来不是送吗 你们小黑肉也是 被人一换家 就打不来了 现在回去 他不一定打得过的 要被强退了 我靠 妈东拉乌不管了强拆 我靠 你妈的 老子不管了强拆 你妈的 强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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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肉 你妈尴尬了 被强拆了 你妈个鸡的 这种输了 我靠 被强拆了 你妈的 小黑肉人都傻了 五矿打五矿 被强拆 他其实小黑肉 这个部队 如果他 不是出自保球 而是出白球的话 出巨像 不就完了吗 出巨像一般来说 他不爱回数 因为蟑螂狗独放嘛 那出白球 我觉得是很 很合理的 巨像不能打 蟑螂狗独放嘛 也随便打吧 那么多贵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出白球 也随便打呀 这个被换家换的 小黑肉 我觉得小黑肉 这套体系 他会运营 但是运营完了 就转型不行 上次打大课也是 你妈转来转去 你妈不知道转的什么东西 所以说 感谢柳黄的飞机 感谢柳黄 所以小黑肉 这套 看到想法 这套战术 我就觉得 他自己用 其实也没有驾驭的很好 他是这样的 小黑肉只是把这套体系的开头 做这套题做出来的 至于中间怎么变化 我这次看他打大 可包括今天看他打东阿呼 我觉得小黑肉在转型上面 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顺便跟大家说一声 顺便跟大家说一声 昨天晚上 那个TL的选拔赛 雷诺出现在装逼 用神族去打 打小拉打 被小拉打0-3 给干了 我知道 然后败着组 败着组被修泰姆3-2了 没出现 让他装 让他装 他胜者组装逼 然后被打到败着组 然后败着组 他换回重组 但修泰姆让二追赛 修泰姆出现了 他没出现 然后昨天那个 在美洲区 不是 拉丁美洲区 Major他妈也装逼 Major也是在胜者组 出现战 你妈选神组 去打一个人 然后被干了 他妈这些人 这些人都什么情况吗 这些人 然后被干到败着组 败着组之后 他你妈忍不了了 你妈换人组 在那里打 他妈的现在 集体黑屁 你知道吗 肥仔你要凭什么装逼吗 我不知道呀 反正都集体 集体现在都在装逼 屁不努力 其他人都看不下去 真 看这一场了 他自己都还没有 驾驭得非常好 我就是说他转型有问题 他其实前期运营是非常好的 他追猎我一直觉得出的有点多 追猎多其实也问题不大 但是就是在科技的转型上面来说 他其实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之前你还记得他就四个气 然后就爆追猎 他再来打到 之前是你妈公式化的这种打法 对 现在感觉还是转型转得稍微快一点的 但是这个上一把这个转型 就看到对方抱那么多狗的情况下 他还在出自爆球 我的妈真的看不懂 还不可能他有那么好的操作 就靠自爆球把狗炸了 他如果当时是威逼下去 双位甚至三位 他的经济那么好 武矿的情况下 八十几个农民 他三位出巨像都可以的 你就三位出巨像 你妈的两轮 出四个巨像 你往前一A 这狗这些不都是搞笑的吗 不不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当局者迷 也是嘛 在看呢 看的是很清楚嘛 很清晰 但他自己打的时候 没有那么清晰的 他可能就下一次看到蟑螂了 就直接认为对方是这种蟑螂 蟑螂火蟑螂带狗毒爆嘛 但他 他没想过一件事情 就你要看对方就算有蟑螂 你看他的攻防 如果是没有蟑螂的攻防的话 那他是狗的攻 他就不会有很多蟑螂 他如果是蟑螂的远程的攻 那他肯定是要抱蟑螂的 三分四十五秒开三框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 需要这个小Hero也要做一些 你看东拉股还是一样的 四分钟下BB 一攻狗先跑起来 然后女王不停 我怎么知道BB升级是哪个 你点兵就好了 你点兵啊 我靠 你点兵啊 点下兵 他如果狗是一攻一防 那这个肯定就是抱狗为主 狗只要是一攻的 那就你就默认 默认对方狗比较多一点 狗毒爆比较多一点 对吧 你就可以出具象去了 这都没死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些神族 你妈现在看不起具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谢开黑骂我绝活小精灵的一个钻石粉丝 感谢兄弟啊 神族玩家在自由自已 重新自新的时候 你妈具象实在太力量了好吗 那是因为 对啊 其实具象你在任何时候 我觉得补个两个左右的具象 两到三个具象 是对神族部队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对吧 有人 我觉得很多神族 他宁愿把这个部队出到十个自爆球 他都不愿意 你妈少三个自爆球 多三个具象 你多三个具象 你的AOE输出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正面的这些狗啊 这些轻甲一点用都没有 那你多三个自爆球有啥用吗 怎么可能人口不过吗 这个要糟纵啊 这个要糟纵啊 这个 这东拉姑完了 他完全不知道 那边猛爱农民 他你妈抱一公狗的 这妈都被骗惨了 完了 这波进去你妈打傻 我告诉你 职业选手不出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你妈无脑在那里刷自爆球 我都看到很多神族刷到十几个自爆球 我也不知道刷的刷来干嘛 刷那么多 空又空不过来 你妈有这个能力吗 又没这个能力 十几个自爆球在那里 感觉自爆球无限在那里炸 你妈你多那么多自爆球 有个毛用啊 自爆球 你出十几个自爆球有啥用吗 妈个字没脏了 哪来十几个 你们自己去看有些选手 是不是就无脑一直自爆球 按到他都不愿意多出点其他 比如啊 没有比如 你自己看嘛 哪天看比赛你看到就知道了 猛个按 那个自爆球猛按 感觉小黑尔尔接波有点恋战了 打为了打那个 不 他不飘就没错 因为你飘出去的话 你飘出去的话也是被狗包 那他自己换狗也行啊 自己四基地已经开了 我靠 这个东拉姑现在不是很好打了 47条狗死了 很快 而且把你蟑螂打了 蟑螂的战术打的时候 你只能出狗 你出狗 你现在他就 继续刷追猎去了 现在 哎嗨了 这什么意思啊 那有先知 你想清楚啊 不要乱来啊 东拉姑现在只能出狗啊 小黑尔再来一波追猎牙指 那我要包 但是有一个陷阱护着啊 这个不敢包 感觉够不够了呀 够不够 直接被挑脸了 够不够了 一比一了 妈个 赢一盘其实挺难的 刚才 刚才那个 东拉姑赢一盘 你妈还靠换家 妈的输一盘怎么感觉那么简单啊 被小黑尔找了个 胎命直接一波压死了 巨像地面是刮沙的 巨像我告诉你地面并不刮沙 巨像很强 你们都每天都觉得巨像很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你妈在这些神族眼里 我就跟你说 在这些神族眼里 她妈巨像只要那一个出去 那条光线出去 只要不是扫一片 她都觉得是刮沙 就不是像自爆球那样出去 你妈 一下就一坨对方死了 扫上去好像就感觉 打得没有威力 你也要能站得到的呀 是的呀 其实巨像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你又不是只有巨像 你其他的这个 你其他的这个部队 还有可以补输出的呀 你巨像做到的是稳定AOE 巨像随便被蟑螂拱就没了 那你妈只能说 你没正面没兵啊 你妈你正面有兵巨像 怎么可能被蟑螂拱吗 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 你正面有兵 你有个三四个巨像在后面 那些蟑螂你妈看到头很痛 我痛得一憋 AOE稳定AOE电兵 电兵也没有巨像稳定啊 电兵也经常电不到 电兵还有能量的说法 对啊而且你电兵还要有能量的呀 巨像最怕的是被包 最怕就是被包 只要巨像不被包 其实都还好 哪有哪有那么简单的包巨像 就很怕被包巨像 他被包就没什么舒服了 东拉库也真的蛮奇怪 就前面两盘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那个他一公狗的开局 估计这盘也是一公狗开局 韩国选手现在已经 就我那东拉库其实 你就不用小黑了 你就用原来的一些体系 他还是一公狗开 对对吧 他永远都是这么大 现在我说小黑这道体系出来之后 重组真的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觉得重组找到一个最优解 就是大家都不停的在尝试 有人搞双喷 有人抱狗 有人跳飞龙 什么各种各式各样的都在尝试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最优解 就是说想到一个办法 然后能够打小黑这个套路 就稳定的能够占到便宜 很难 重组不努力 也不是不努力 也就是他没有想好怎么打 因为首先第一个 神族在这套体系上面来说 也没有特别完善 他也在不停的进步 你可能今天想到一个打法 那神族马上就有一个应对的办法 其实这个就是 心境霸霸有意思的地方 就突然多出了一个心理 主要是这个打法 主要这个打法 对于神族来说 他中期的一个转型 转型空间是非常大的 他经济太好了 他这个打法经济好 想怎么转怎么转 你完全对于重组来说 其实没有办法 他重组就是等于 你转出来什么 我然后再用什么兵种来应对 他这种感觉 这个就有意思 就不是之前千篇一律的 你开飞机 我走女王 那也没啥意思 你开飞机 我走女王 那这个大家打起来 就天天都是一样的 公式化游戏 那也没意思 我就跟你们说 连你妈呆头这种 他妈的就说起来 这个自套战术 中期的一个转型变化 他妈都头头是道 是啊 因为每个人的 因为经济太好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就打不打得赢 我不知道 反正你妈说起来 就头头是道 想怎么转怎么转 是吧 来看看这把 估计还是四分钟放BV 看东拉固放不放了 这个BV 话说回来 周三 一样的 周三待头 没有办法跟 这个阿奎龙打了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 怎么要打阿奎龙 因为 上来不是打黑特密吗 复仇之战吗 对不对 然后黑特密说 他12号到19号 这一周时间 他要去度假 然后 呆头和昨天晚上 解说的时候 看了半天 觉得这个阿奎龙 好像他可以打 然后 然后昨天晚上 大概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人行跟我说了一声 他说 阿奎龙说 他周三 那天他要上班的 他打不了 在找人呗 你妈 然后我就想 要么叫莎师傅来 可以的呀 莎师傅他不是调打 麦克尔的 干嘛 那么莎师傅 麦克尔的还是能打的 能打个屁能打 我靠 你太不了解 麦克尔的PPT了 这些 白金雄这些人 都不是职业选手 都是你妈 都会论坛的 就论坛 平时要上上班 什么的 东拉库还是一样的套路 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说 白金雄 这次白金雄真有机会保际了 我不是昨天就跟你说吗 他们拼一场 是的呀 拿一个小分 只要在那个 拿一个大分 在KDF上面 你还跟我说 不可能什么的 现在怎么样 妈 鸡鸡鸡是不是要没了 不 现在鸡鸡鸡很难受 我跟你说 是的呀 只要白金雄 最后一轮把兽死骆驼干了 鸡鸡鸡就没了 要么鸡鸡鸡拼一场 把这个NV拿下 不是 是这样的 GD只要拿一分 NV NV拿 这边拿一分 他就出现 他就保际了 对 问题是打NV不好拿 那是吗 NV也不可能放的 因为NV现在也很需要分 不是 首先 他妈怎么什么战术都来了 又投白球了 他现在小黑 我发现这个 他打法就是 妈的各种中间变化 但是四季地就开那么快 对呀 这个开四矿是 现在神族的一个核心 这妈 这东拉固难受了 这波 我感觉 我知道 小黑 为什么这么打的 他第一把打完 他就知道 东拉固是抱狗的 他你妈 那个插白球打抱狗 不是白 随便打 你说的没错 他第一把打完 他就发现 东拉固是个抱狗 防我这个战术的 那你抱狗 那我就不出追猎了 我插白球跟你打不就完了吗 第二盘是用 是用飘使徒 针对你抱狗 第三盘 插球打你抱狗 那不随便戳 玩抱 对呀 第三把更玩抱 东拉固被针对傻了 这还打猫啊 这妈的这种 这种给你换了 这妈已经亏惨了 已经 关键神组是有四框的 又不是说三框 跟你这样的搞 不是 现在 现在小黑 就东拉固防住 这个能径 带这种刷兵 就有点困难了 他现在只能反击拨狗啊 这种一小拨狗 去搞搞看事情 你们这也别逼逼 今天晚上 你们也别吹什么什么万古诺 什么什么麦克尔赛德 他带这三个妹子 就打不了他们 不不 你也不要小看妹子 妹子们还是很强的 今天晚上 就让他们好看 先把氛围先 扯起来 气氛先烘托起来 感觉这个东拉固已经没了呀 都五框了 神组都开 你妈怎么感觉 这妈在吊打呀 这氛围 气氛肯定要烘托起来的呀 你们不管我狂不狂 对不对 打个比赛 你妈赛前跟死人一样 有啥意思 不是 这种低调内敛 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好吗 王哥 那你上来就我 你可以低调内敛 总要有人出来先跳一跳 这氛围才起得来的呀 这氛围都起不来 那还有啥意思呢 你以为这观众过来 观众过来 就是看个氛围的呀 不会是谎歌 把观众 把观众的兄弟们 这些心死 拿捏得死死的 哎呀东拉固 你妈三把一模一样的打法 你不死谁死啊 真的是 其实这个战术 这个核心就是经济 经济好了之后 经济好想怎么转怎么转啊 就自从不能爬女王之后 这套体系拿出来 真的太凶了 以前用不了 就是因为爬女王 防不住 三仙之绝对防不住爬女王 我靠 都这种送叉了 这种叉子都这样送吗 就经济好为所欲为 是吧 想怎么送怎么送 反正后面十几个 运营刷叉就完事了 随便打了 这个你不要小看着他 其实独豹撞 你不要撞一坨的话 其实叉也不亏的 叉亏什么了 他经济太好了 他十几个运营 而且你能够变多少独豹吗 你看他3000收入在那里刷叉 你妈这谁收得了吗 究极光明啊 这招这招 哎 爱尔光复了终于 他妈爱尔在小黑人的带领下 终于开始慢慢的光复了 那我话又说回来 他妈要把本回来习得了这套PVZ 那不是这些重组都要遭重 先确定回来再说好吧 我说如果回来 他习得了这一套PVZ体系 把这重组脚都在抖 冠军没拿到 我告诉你 I1 不是I1 那个Dream Hacker 瓦伦西亚战 小黑人没进决赛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Duck你妈都在死的边缘啊 小黑人自己把自己浪死了 也不叫浪死吧 自己不知道在打什么 然后把自己打死了 而且小黑人造有两把都在 我都觉得他在 那稳赢版的局面输的 而且我说进了决赛 小黑人可能赢不了马主 这个我是承认的 但是打Duck的几场比赛 真的是稳赢版 我靠 他妈就不知道他在打什么 然后最后被Duck干了 现在2승1패 승점2점으로 B221